首先我想先询问一下我们县长 我想在传统观念里面 很多人都会认为男主外女主内 不过我想随着我们性别平等的观念 逐渐的普及 我想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照顾的责任 其实是由伴侣双方共同来分担来负担的 那我想询问一下县长 请问一下您认不认同性别平等这个观念 请问一下您认不认为说家庭照顾的责任 应该要由伴侣双方共同来分担 谢谢县长 好谢谢主席副议长 也谢谢我们议员对于这个两性平权的这个问题 我想家庭是双方共同的 双方一定要一起来齐心合力的 好谢谢我们县长 我想我会问县长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发现在我们彰化室 很多的这个公共建筑里面 或者我们公家机关里面的男厕所 其实都没有尿布台 那也没有亲子厕所的设置 麻烦咨询师帮我播放一下照片 谢谢 我想这是在我们图书馆的厕所 那在女厕的部分呢是有尿布台的部分 那在男厕的部分的话就没有 那我想在我们县府的一楼的厕所里面呢 女厕里面有亲子厕所 可是男厕也没有 那在我们华阳公园里面的话 不管男厕女厕是都没有尿布台 也都没有亲子厕所 所以我想在假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公园玩 那我想这时候当小朋友需要上洗手间或是要换尿布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 大概会有两个情细啦 一个是只能让妈妈带去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测试就在你们女厕所以只有妈妈可以带去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变成爸爸可能要把小孩放在这个马桶盖上 或者是放在洗手台上才有办法来换尿布 甚至有爸爸跟我反应过啦 他们在洗手台上换尿布又被旁边人白眼 经过人又觉得他怎么那么不畏生 他们也很无奈啦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说我们要落实性别平等的观念 应该从我们公家部门做起 那我们不要让育儿的责任是只有妈妈一个人来承担 我们也不要剥夺爸爸来想要育儿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想要请问县长 我们未来彰化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南测呢 都能够加装我们这个尿布台的设置 让我们性别平等可以真的在彰化落实 那也让家长有更好的育儿空间 谢谢县长 那请县长答复一下 好谢谢议员的关心 我们会这个通盘来做整理好不好 好谢谢我们县长 我想这绝对不是我们彰化县独有的 在台北捷运里面南测是全面都有加装 那在像新竹县也在两年前就开始推动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县市都已经有开始推动 所以我们这边也麻烦县长 麻烦我们所有主管 在未来我们朝着来落实这个性别平等的方向来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只是来 achieve 我们ille见원点栏目的最好 我们下次见 这条2005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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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 � foutrup 油 安柔 safety